迪丽热巴成长迹,人生由我逆风飞翔。 迪丽热巴全名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 这名字在唯语中意思是心爱的美人,就像是命中注定一样。 新疆抑郁的独特美,谦逊和努力拼搏的品质更值得肯定, 它像娱乐圈的一股清流,是时代女性的标榜。 世界没有一夜爆红的道理, 更多的源自于每一步的积累和沉淀,勇敢和尝试, 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 就像热巴所说,所有的努力都会照亮你的每一步。 独一无二的热巴 01阴差阳错选择表演 热巴出生于1992年6月3日, 父亲是新疆艺术团的歌唱家, 从小受到艺术熏陶,耳濡然使热巴走上了艺术之路, 他热爱弹钢琴又擅长跳舞, 9岁考上了新疆艺术学院舞蹈专业, 经历了10年的专业训练, 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舞蹈专业。 但是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阴差阳错的故事情节, 他配朋友一起后考, 朋友考的表演专业, 出来的主考官地出表演信息表无意中, 就给了热巴一份, 热巴想着来了就身与下, 没准备表演节目临场发挥, 结果被录取了, 从此人生走向了另一条轨迹, 让大众喜爱的抑郁舞娘。 抑郁之美。 02一夜暴红后的副效应。 从上大一开始, 热巴参加阿纳尔罕剧组的角色竞选, 几经波折最终被选定为主角, 在吐鲁番恶劣的环境下, 热巴始终保持着坚韧的干劲, 这是他成名前的首次影视作品。 之后再拍摄《古剑奇谈》、 《克拉恋人》、 《麻辣变形记》等影视作品后, 热巴逐渐走进观众的视野, 获得新势力女艺人奖。 直到2018年, 迪丽热巴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在2018届精英电视艺术节中, 获得最具人气女演员, 并摘夺精英女神桂冠, 一夜之间又夸赞, 更多的是嘲讽和冷言冷语, 凭什么迪丽热巴能获得第七位精英女神? 很长一段时间热巴无戏可拍, 面对质疑, 她坚强勇敢, 不急不躁, 在采访中她曾经这样说过, 目光从来不会停留在她的挑剔, 面对质疑, 我能选择的就是努力去担起 越沉重越夺目的聚光, 将坚持变为本能, 从被选择拼搏成选择。 许就是精英女神应有的精神, 美貌是外在而短暂的, 坚韧拼搏和努力提升内在才是热巴成功之源, 热巴是幸运的, 这种幸运又并非从天而降, 而是多年的努力和坚持, 对职业的坚守和热爱。 阿纳尔罕的美。 纯净的眼神。 03保持内心的净土。 近些年, 热巴的演技越发成熟, 从三生三世十里淘到你是我的荣耀, 热巴圈粉无数, 角色和热巴个人仿佛融为一体, 观众久久不能走出剧情。 除此热巴的性格也为他圈粉无数, 吃东西能治愈减压的经典语录, 换来了胖迪昵, 热巴的眼中闪着光, 每次采访都是微笑聊天, 给人以亲和感, 正所谓你的心是什么样的, 眼睛里就会透露出来, 心是纯洁的, 眼神就会纯净发光。 热巴曾说, 遇到想做的事情, 就勇敢去做, 大胆付出。 如果你读到这篇文章, 希望也能够不为将来, 逆风飞翔, 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欢迎大家留言, 谈谈逆风飞翔的经历, 激励小伙伴勇往直前。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